天下的事 国家的事 都是我们的事 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请来了我们现场一位老朋友 大家非常熟悉了 开朗活泼 天生就是一个当外交官的骨子 然后才气纵横 歌唱的又好 我这样讲 各位一定会大概猜出来是谁了 但我们今天请他来 主要是因为我真的很想 透过他来跟所有的 在外交第一线的工作朋友们 包括我的同学 为他们打打气了 外交部前部长陈建仁 部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闲聊的时候 部长说你是2007还是09退的 2007 退下来将来也十几年了 11年 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点点痒痒的 看到一些外交的议题的时候 我看人生观了 我对人生有自己一套的看法 你比较不会那个 当然我们关心 关心自己 关心家庭 关心朋友 关心社会 关心国家 还有整个世界都值得我们关心 但是我知道 人生的生命是有限的 你来不知道怎么来 将来去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但是我确定的就是大概100年上乡 就现在的 现在的 以前我们藏一句诗 讲说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不必了 生年都不满百了 还怀他什么千岁忧呢 万古非聊过 一下就过去 可是话我说回来了 毕竟公子这么久 你的外交生涯一共有多久生涯了 我是1967年进外交部 我留学回来进外交部 你看 然后我2007退下来 所以是40年 我当然这个绝大多数时间在外交部 或者是在外管 另外有两次 一次是被征召啊 去做这个部分区立委 我们宪法修改了之后 第一次有部分区立委 那当时自治党国民党就找我 做第一名的部分区立委 那蛮辛苦的 也蛮有趣 也蛮有意义 另外一次呢 就是肖万常祖国的时候 他找我去做行政院新闻局局长 所以那两次 但就是那两次 我在立法院 我是总是在外交委员会 而行政院新闻局局长 任内的话 处理外交事务非常的多 所以等于没有离开过外交界 而我是1956年进大学 那时候我17岁 开始进外交系 那是第一志愿 当时我也考虑过 要不要学物理 那个时候因为对爱因斯坦 非常的敬佩 也想过学医学 当然也想过学音乐 你知道我非常喜欢音乐 但想了想去 最后选了外交 一方面个性 一方面看到这个整个社会 国家世界的环境 总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了 所以走上外交的路 这么多年的外交生涯了 如果你给自己回顾一下 或打个分数 或做个评语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外交生涯 你怎么看 做外交官 不会自己跟自己打分数了 我一定说 这个 留由 这个 别人来打分数 但是 我觉得 不需此心 的确 那个 外交接触面 非常的广 不光是国内 各个性 各性各色的人 我们都接触 尤其我做过 立法委员 在国外也是 各种样的人物 当然在我40年生涯当中 我三次外放到华盛顿 以美国为主了 我都在美国首都 我去的时候 还有正式外交关系 我是在大使馆工作 但后来的两次 是代表处 代表处 这20年来 就是在华盛顿 也接触面 非常的广 不光是他们的外交官 国务院 白宫 我们美国国会 接触 非常的广泛 此外 宗教界 教育界 各界的人士 都接触 也不光是美国人 因为在华盛顿 有一百多个大使馆 还有国际组织等等 所以接触面 非常的多 我的感受就是 其实人啊 有的地方不要争 应该互相的 相亲相爱 互相帮忙了 这个是外交生涯 里面很大的体会 但是我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人都有很多 是私心嘛 私欲啊 等等的 国家一副如此 在国际社会 让我接触 我深切的感受 就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利益 第二个是实力 今天 Donald Trump 美国总统 之所以如此的 我们用两个字 不一定恰当 嚣张了 最主要美国有力量 所以他能够 为了美国的利益 在很多地方的表现 坦白说 与一般人所了解的 国际关系和外交 有一段距离 但是他做得到 因为他有实力 你讲这两个名词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利益跟实力 它其实是相互的 对不对 你有多大的实力 你就可以要到 多大的利益 或者倒过来讲 你为了要得到 什么样的利益 你就要想办法 壮大自己 一定的实力 基本上是不错的 应该相互的 有的人他有利益 他也有实力 但他的利益 不一定能够维持 或者能够长久 像Donald Trump 这个情形 他可以争到 一时的利益 但对于整个 国际社会的秩序 世界的秩序 以及人类未来发展 是好还是不好 我想将来 会有历史来做判断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的外交生涯里面 也看到了 光是透过驻美的 三次驻美的经验 来看的话 也看到美国 美国本身 这几十年来的变化 对一点都不错 真的 哇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美国总统是谁 美国总统尼克森 哇 现在的年轻朋友相差 哇那真的觉得 是历史 历史 很遥远 我去的时候 尼克森是做总统 而且我印象非常深 他辞职电视演说 我们都围在电视机旁边在看 恍如昨日 然后接到福特接上去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 所以你又没有觉得 美国这个民主 看到尼克森被迫 这样辞职这个事情 那冲击力很大吧 当然冲击力大 从某个角度来看 也对美国 也有几分钦佩了 美国他立国到现在为止 才不过242年 那个时候还更早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所谓 Founding Fathers 他们开国元勋门 被把这个美国打上了 一个很好的架构和基础 当然他们还有很多问题了 对这个种族的歧视 对女性的歧视 贫富的不均 很多的问题 但基本上的架构在那 因为架构好 而有一批 有志之士 能够坚持 所以使得美国的政治发展 以及他国际关系的发展 都可以 我们看得出是 基本上是正面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架构下 你假如做一个 就是你做一个总统 你做的不对的话 也有机会请你下台 我想这对一个 当时年轻的陈建仁 前部长来说的话 应该是感触是非常深的 可是也就这样子 一路这样子走下来了 外交官 尤其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 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小国 中华民国台湾来说的话 当一个外交官 你的感觉了 特别是在以前 还有邦交的 有正式邦交 跟美国有邦交的时代 跟我们后来 大幅度的减少了 这些邦交国来看的话 外交人的角色跟使命 会因为这两种条件的不同 而出现很大的不同吗 压力会完全不一样 当然外交官是 这个从很早就有了 从16世纪以来 甚至还可以推演到 这个张倩初始续 但是我们讲 就是近代式的 这个外交官 大概从19世纪开始 这个外交官基本上来讲 这个他角色也在变化 因为科技的发达 以前你派出去一个大使 你就带了钱 一待就待个三年 国内也很难联系 你也没有什么反国素质 所以大使是 plenty potential 是全权的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决定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看到处都是峰会 自己这个总统 首相 自己就来做决定 所以外交官的角色是在变 是在变 我刚进外交部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还用毛笔在办公文 电脑这个观念根本就没有 我们不许用原子笔写公文的 但是现在你看 大家都在用电脑 所以现在外交官 从某个角度来讲 蛮幸运的 他的工具比较多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的办的角色 相信之下是比较缩小 因为国内直接参与领导 这个掌控的力量就越来越大 但是外交官就像所谓 food soldier 就像第一线的 有人说外交是国防的第一线 这些外交官真是在第一线 万一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接触 有什么冲突 他们是立刻面对的 所以现在外交官是蛮辛苦 尤其我们台湾 台湾你看现在只有 全世界联合国193个国家 有人算全世界的国家 大概有206个 零零落落再加上去 当然我们只有18个 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其他的60多个 大概都是所谓实质关系 在这样情况下 我们的外交官工作起来更为辛苦 最主要两岸关系 对面对我们的压力 那我们从来没有一天 可以说是安宁过的 好 从来没有一天是安宁过 来聊聊天 我想最早的目的还是 为那些在第一线上工作的外交的朋友们 为他们加油打气了 好 外交人员到底有多辛苦呢 那我请教这个外交部前部长 陈建仁前部部长 你自己的工作经验来看的话 我们以前常常想说 那个外交人员 他们要收集资讯 对不对 然后对当地的政情 舆情 要各种的收集 就我们在电影上所看到的那种 大国的外交官所做的工作 几乎就是所有的国家外交官 都要做的工作吗 应该是这样 当然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做法上也不一样 二十大战刚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中华民国是五强之一了 虽然我们实力没有这么大 五强之一 我记得在巴黎他们开会的时候 我们一个二等秘书 三等秘书 开完会出来的时候 很多国家的部长 小国 像非洲等等 部长 甚至于总理 就等到外面 拖到我们秘书打听 到底开会是怎么样 当然现在时过境迁了 我们目前这个 不管是疆域也好 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力量也好 都不是一个大国 充其量是一个中型国家 一般人认为是我们是中小型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当然我们外交官扮演的角色 也跟以往不一样了 我们所需要的 当然你提到的是资讯 你提到的是交朋友 你提到的是谈判 想到的是签约 有邦交的国家 我们尽量想办法维持 没有邦交的国家 我们希望改善实际的关系 甚至于有机会的话 能够建交 但是照目前世界大使的发展 中国大陆 不管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力量都加强的情形下的话 相信之下 我们在这些方面力量就没有办法跟它对等了 相比了 而我们在国际社会上 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开始减少 现在只有18个了 就是无邦交的国家在实质关系上的推展 也不是这么顺利 当然美国日本为它本身 它自己的利益的考量 也为了这个区域的安定的考量 跟我们关系非常的密切 但是很多国家对我们是有保留的 有任何有官方性质 那不用谈外交性质的交往 都是受限 只有实际上的关系在加强 这种加强 也是对当地国有利 他们才做 假如是对他们没利 他们也不愿意做 很简单 他们不愿意得罪中国大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对于我们外交官来讲的话 的确非常的辛苦 我们早年 像我那个时候刚做外交官的时候 我们外放 那个时候因为世界的分化非常清楚 一边是共产国家 一边是民主自由社会 所以大家很自然的交往 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那个时候倒是坦白说 生活非常的干苦 我们一出去 大概三百块美金 一百五十块钱住房租 另外一百五十块钱 就是要运用 那你买一个汽车 分期付款那等等 像我在加勤 美国朋友的时候 我还要去找我们以前同学 我太太的同学 从他家搬家具 搬地毯到家里面来 当现在外交官的待遇 批钱好太多了 但现在是另外一种的 这种辛苦了 就是刚才谈到的 你就让美国跟我们这么好 但是他也有红线了 现在呢 现在依附如此 比如说早年了 当然断交是1978年年底 1978年12月25号 12月15号 卡特宣布 正式断交是1979年的1月1号 那个时候他们有所谓 这个guidelines准神 内部的限制重重 从名称到接触交往的地点 等等的谈的问题 那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当然现在已经快40年了 40年来啊 我们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改善 那大家也习惯了 跟中国大陆交往 包括美国在内 什么地方有弹性 什么地方比较要谨慎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我们跟美国的交往放宽 不少 跟日本依附如此 跟欧洲欧盟啊 这个包括英国在内 依附如此 比以前要好太多 但是 刚才我提到了 中国的势力不断在增长 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很多外交官 大概是每天背负了 很大的压力 您是外交的战场上的老兵了 那你也经历过蓝跟绿 这样不断地交错的轮流指振 到底两岸的议题 跟外交的议题 这两岸是要保持 什么样一种互动的关系 才比较可能为外交 外交官 或者为台湾的整体利益 来找到一条出路 你现在的角度 回头来想一想的话 你会给我们什么样子分析 那我印象觉得 我们台湾目前 等于是一个顶 三角 三个角 一个顶 一个角是国内的问题 国内问题不解决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 你国内没有共识 国内拦理恶斗 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你要办外交很辛苦 你这一个政党上台 你这样的主张 另外一个政党上台 又是另外一个主张 你外交官 外面要这样子 不断的适应 调整 我觉得这是基本的问题 当然另外一个角 就是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 以前是 大家是老死不相往来 而且互相 在那里对抗 你抢我 我抢你的东西 这个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角 就是外交 而外交主要就是美国 假如我们这三个角 都平衡 都发展 那这个顶 就站得非常的稳 只要有一个角落 都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 对美国好 这是理所当然 他们帮我们这么多 我们也需要它 但是你把这个角 弄得特别肥 而两岸关系的角 一下变得非常瘦 那你这个顶 就放不稳 就外写 还是外写 当然我讲 基本上是国内 国内这么多年来 因为民主开放 这非常好 但是对于国家的认同 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 一种远景 差距相当大 这个跟教育有关系 跟社会的教育有关系 跟领导人有关系 我所谓领导 不光是总统而已 政府的领导 极其重要 因为他所有的大权 都在手里面 各部会啊 等等的 但是社会有很多的领导人物 我觉得要出来 要有立场 要有主张 来帮助我们国内建立共识 假如建立共识之后 我想两岸关系 比较容易发展 两岸关系发展 假如是正面的 那对于我们台湾的 对外关系 国际关系 绝对有帮助 你看就是马政府执政 马政府执政问题很多了 但是就这一方面来讲 因为它稳定了两岸关系 所以在邦交国 没有什么减少 到最后要走的时候 一个小国家离开 那国际组织 以前没有办法参与的 像WHA啊 这个ICAO啊 民航组织啊 还有甚至Interpol 都有机会要去啊 等等的 那都不发生问题 那现在蔡政府上台之后 你看两岸关系 不但是僵动啊 而且有点对峙 而且现在还看不出来啊 这个改善的迹象 这种情况下 我想我们外交 做起来是更为辛苦 好 外交做起来更为辛苦 这个陈部长 这个感触是最深的 有时候我们常说的 蓝绿两边呢 这个都不讨好 都不是人啊 马上回来 好 一个顶足而三 一个顶有三只脚 那你说真的 我觉得陈建仁 陈部长讲得非常好 你内政要有共识 然后你的这个对美关系 当然很重要 然后你的两岸关系 也不能够偏废 三足鼎立的时候 大概顶带着站得很稳 这个台湾这个国家 都会站得比较稳 可是我们晓得 正因为内政的问题 常常就是你来我往 然后也有时候也很麻烦 所以外交部 外交人员有时候 处境很很尴尬 我想这个这一点 陈建仁部长感触最深 好 那我当然认识几个 我的学长级的 在在部里面都不提谁了 哪些人 那些那些我的学长级朋友 也大家都这种处境 换蓝的时候呢 就觉得他万恩负义 不够忠诚 换绿的时候 就觉得说你老蓝 老蓝蓝 不值得信任 或者用的话 旁边也是一大堆杂音 可是我常会觉得 军人 第一个是军人 第二个外交官 第三个常任的文官 他本来就应该 对不对 不分党派嘛 他本来就应该不分党派 就就要为了国家的利益 维持维持体制的稳定 维持外交的常态的作业 维持军事的国家的这个防卫 可是你每一次都有这种所谓的蓝跟绿的时候 就搞到其实内部士气也会受打击 那有些难免就被所谓压抑了 一点不错 或者是莫名其妙 大家的部里面也许 或者是单位里面会觉得这个人不错 可是他就换了政党了 他被冷冻了 就被冻起来了 可是你来我往也已经搞了 大家都执政上台 然后又下去再上来 始终没有找到共识 这很要命 的确当然不容易了 民主开放的社会 自由的社会 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 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政党以复如此 更是如此 所以我一向认为 这个我个人也经验过了 政党的问题 我一向主张就是 这个一个外交官又有四个要点 第一要健康 不健康 身体要健康 第二要忠诚 the loyalty 但loyate是谁呢 to say呢 对 这个就是关键 我常常讲 我在 我从28岁就在大学兼科 就要谈到外交官的时候 我谈到忠诚的时候 我一再强调 我说我们的忠诚不是对个人 什么领袖主义啊 领袖啊 这个我觉得这是过去事了 过去可能需要 现在不需要了 这个我们的忠诚不是对政党 因为政党的存在就是为了人民嘛 那国家的存在也是为了人民 所以我们的loyate 应该是对国家和人民 不是个人和政党 所以当政党有能力的时候 我觉得站着外交官的立场 尤其职业外交官 还有这个军人啊 或者其他啊 有的各界的不同的人士 可能要有这样一个关联 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你政党 所以我考虑要尽量客观 可能要理性 要对我们自己国家人民有帮助 当然外交官还有其他的条件 OK loyality是第二个 你看第一个健康 因为我印象最深 就是我第一个外交官的这个长官 叫赖家球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了 我告诉你 他是赖生川的父亲 赖生川的父亲 我第一个长官 我刚进去 他在外交部 新闻文化室 也就是情报室 也就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47岁过世 他抽烟抽得很厉害 但才气纵魂 我在外交部还很少碰到 像他这样的一个人 但才气纵魂就有点傲气了 有时候他会把外交部部长的东西 这个写了就顶回去 所以健康非常重要 刚才我们谈了这个忠诚 这个loyality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aptitude 一个性向 有的人他不适合做外交官 每个人他有他的长处 但有的人的长处 性向不适合做外交官 比如他这个自闭症 或者不喜欢跟人家交朋友 等等的 不喜欢走出去 怕坐飞机 这种的都没办法 另外一年 我就觉得就是常识 就是knowledge common sense 这是真的 外交官不光是搞国际法 我是专攻国际法的 坦白说 我回头想想 用到国际法的地方 少之又少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里面涵盖太多 反而是一种综合判断 一点都不错 以前我们谈外交 是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把你给我学习 这有谈判来处理国际关系 现在不是谈判 现在你看外交 体育 打足球 有外交 交响乐团 有外交 画画 有外交 搞电脑 有电脑 外交 什么都是外交 所以一个外交官出去 可能各方面的知识 都要有 尤其现在 对现在的外交官来讲 经贸方面的知识 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第五个就是语言 外交官没有语言 你只会讲国语 那当然不行 只是讲英文 倒有的地方 坦白讲 还是不行 不容易打 不容易接地气 是 所以语言这一半 语言也是非常重要 我对于一个好的外交官 我觉得这五方面 要加强 要注意 可是多年的外交官生意 我们刚刚说的很辛苦 除了是说 要应付内政的问题 应付国际的形势的 各种变化 那种压力之外 他们的家庭生活呢 我看过很多的外交官的 小朋友们 长大以后 有时候他们还不见得 对他们的父亲 常年的住外这件事情 是用正面来看的 因为他们的童年 青春期的成长 会因为这样子 而不断地 异动变动 对不对 的确 常常有时候 有人找我去演讲 那玩笑时候 他们觉得 我外交生意 多采多知 他们说你有没有遗憾 我第一个遗憾 就是说 我跟小孩的时间太少了 我们那个等于 24小时都在工作 而且对小孩 有的时候不公平 他在台湾读书 读得好好的 我一外放 他马上要被迫转学了 还有不光是小孩 自己的太太 或者先生 他在国内的工作 马上要把他停掉 然后出去了之后 就没有工作了 当然我们有所谓 眷属 家级 大概只有几十块美金 所以对于整个家庭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然了 大家都蛮体谅 这个家长需要去做外交官 需要到国外去服务 需要为国家做事 他们觉得不错不错 但是实际上 对于亲情的生活 是很大的冲击 因为我自己碰过几个 驻外人员的小孩 在成长过程中 碰到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他们其实并不是 完全正面的看待这个事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的青春 童年或者某一些 生活的片段 其实是因为父亲调动 而使得整个被碎片化了 所以我觉得 外交人为什么值得 大家来高度关注 这是一个关切 可是你刚刚讲 有一个重点 我突然想到了 那像您是男性 男外交官通常出去 很多太太都会配合 对不对 那如果女性外交官 尤其这几年 女性外交官 其实比重在台面上 越来越多了 他们碰到这种状况 他们先生的配合度呢 所以我刚才 非常想提 没错 后来想不提也罢 这是一个压力 这个是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外交部有一些 女性的同仁 后来跟先生 没有办法在一起 有的分手了 还有的就是 这个女性的外交官 外放的时候 先生留在国内 也会做自己的工作 只有到目前为止 我注意到有一个 非常的例外 就是高清云大使 可能你没听过 高清云大使 在华盛顿也待过 在加勒比海也待过 在这个欧洲也待过 这个是一个非常自身 现在也退休了 他的先生叫廖学真 跟我们都非常熟 因为我们以前 他在北美市跟过我 然后到 驻美代表 中国大使馆也在一起工作 他 他先生因为是搞电脑的 所以不管他的太太 到哪里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出去 这是非常例外 非常例外的一个情形 其他的都多多少少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 讲了那么多 就是通论性的 这种外交官的处境 大概男女两性的 外交官都适用 可是现在讲到 这个外放的时候的 家庭婚姻 亲子关系里头 女性外交官 显然承受更大的压力 的确是 所以真的要为他们 要来 要打气 要打气 真的 我觉得因为 这的确是 因为这牵扫一个 太复杂的一个 两性的这种关系里头 你说 对不对 要能够让这个先生 要跟着太太的 去调动 然后放弃掉 自己的工作 升迁等等 那配合度看起来 的确比 很多外交官的夫人 配合度上是 是难多了 所以这 这点真的难 所以 四十几年的外交官 这样下来 陈部长当然 感触一定很深了 我们待会来 还留一点时间 来谈谈看 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在未来 像你现在年轻 我现在都很担心 现在年轻朋友 到底投入外交 这件事情 他们到底还有多大热忱 我们待会来 再听听部长 给他们加油打气 特别是 又是一个 暑假 过完之后 又是个新的开始了 马上回来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在一起 好 欢迎回到 POP大国民 来 今天五点到六点 我们请来了 外交部的前部长 陈建人 完全非常轻松的方式 来跟各位聊聊 一个外交的战场上的老兵 怎么回头来看 他的人生 然后更重要一点是 也为现在在线上 非常辛苦 因为两岸关系的 焦灼 所以使得外交的战场 变得非常的严酷 那使得很多 很多的外交人员 都承受很大压力 各位从媒体上 也都看到了 外交是不是一定要花钱 当然要花钱 钱都是好办事 的确是吧 的确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 我们现在的预算 占总预算的 百分之一点六七 我们有减少吗 差不太多 但是我一向主张 要加到百分之二 因为你外交 不是一般想象的 有很多地方可以发挥 有很多的空间 假如你预算多 就好做 现在大家在谈 谈这个国防预算 希望到GDP的百分之三 国防买很多的武器 当然了 有它的嚇阻 还有心理的作用 对国内有交代 但你哪一天用到它 外交是每天都在做 每天都在用 所以你认为 它应该拉到预算的百分之二 但是并不是随便给钱 就是用在刀口上 其实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发挥我们外 这个台湾的这种力量 我们的优点 但是你没有钱的话 很难做 我相信一定 你每次出去演讲的时候 或者有机会讲话的时候 一定有不少的年轻朋友 会问这个问题 还值得投身到外交事务来吗 台湾的外交处境这么艰困 然后发展性也那么低 现在社会这个行业太多了 以前是360行 我看现在说不定一万行都有 但是我觉得每一行有它的优点 有它缺点 有它可爱的地方 也有它这个很辛苦的地方 我个人这一生走过来 当然我希望做物理学家 做音乐家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学外交是值得的 就那我个人来讲 假如我没有从事外交的话 我不会到八十几个国家去 有的国家是去的次数太多了 就那里加拉瓜 我们有邦交的国家 我去了四次 St.Kitts and Nevis 在加勒比亚一个小地方 我也去过四次 美国不计其数了 跑这么多国家 我从第一世界看到第二世界 看到第三世界 甚至于看到第四世界 我对人生 对于我们整个人类 我真是感觉到亲身的体验 感觉到我是人类的一分子 这种感觉是其他行业 你现在讲得很好 不一定能够 就这种外交生意 使得你对这个人的世界 做一个人的各种的处境 对 把它降低一点的话 我们为了 不光为自己 为家庭 为我们国家 为我们社会的话 从事外交 我觉得也是蛮值得的一个行业 蛮直接的 尤其对台湾来讲 现在非常的直接 我刚才说了 是国防第一线 是我们外交 假如我们外交 能够做得好的话 我们在台湾的安居落叶 就得到更多一层的保证 但是我必须要说 外交官 很多政策 战略 不是他们做决定 所以更重要的是 我们做战略 做外交政策 决策的人 制定的人 一定要做对的 否则就是叫做 将帅无能 类似三军 没错 我看我们很多外交官 都有这种困境 也就是说前面有一个国家的大战略了 那个大战略定位了外交官的处境 才会比较清楚知道 他们到底能做什么 跟值得做什么 非常感谢 我想我们以后会多多的邀 各个行业里头的很多的 有成绩非常棒的 这些老前辈朋友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主要目的是跟告诉大家 很多的行业都有他的传承 都有他光荣的历史 包括台湾的外交事业 谢谢外交部全部长 陈建仁 陈建仁 谢谢您 谢谢大家 五点到六点的节目 就在这个访谈中告一个段落 待会六点钟 欢迎你回来